我看起來這麼多年那裡蘇定不適任 不適任也沒有能力 今年朱蘇丹宏流入臺灣 是要署署長吳秀梅遭立委炮轟 不適任 再過一個月又爆出保齡食物中毒案 吳秀梅上任七年爭議一箩筐屢遭點名 2022年新冠疫情爆發 隔一年出現缺藥潮毒莓果事件 而今年更是一案皆一案 從臺唐竹物宴出西布特羅 到蘇丹宏保齡茶室 近期更爆出書業大缺貨問題 傳出總統賴清德震怒 而吳秀梅惨遭拔關 預計六月底卸下職務 新任署長 接下來將由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院院長莊生宏接任 而新署長過去一直都在學界 研究領域包括新藥K發 精醫治療分子技術等 但需要數署長這一職不容易 恐怕新官上任就得面對一連串挑戰 未來只要數署長要認清要有能力去處理切藥的危機 未來的署長從學界到衛福部擔任署長 心態上要有很大的改變 面臨的不是只有藥界 食品界還有其他的行業 未來還要面對立法院 所以溝通能力協調能力 一定要好好地加強 理事長分析歷屆多任署長 都因為食安問題下臺 該怎麼加強這一環 讓國人安心將是首要課題 三地主任江北羅佩宇孟國華 臺北採訪不到